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去美元化进程突然加速 巴西总统卢拉呼吁金砖国家用本币结算 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 将给老挝旅游文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韩国统一部14号发布2023统一白皮书 其中涉及朝鲜的用词发生了变化引发外界关注 而此前一天朝鲜成功地试射了使用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 朝中社14号报道说朝鲜13号首次试射 加装固体燃料的火星18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并取得成功 并称该导弹为战略武装力量的未来核心主力手段 报道说此次试射旨在确认大功率固体多级发动机的性能 极间分离技术各种功能性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并评定新型战略武器系统的军事效用性 试射结果显示新型战略武器系统各项参数均达到设计要求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对发射结果表示满意 称这将大大改变战略威慑力量体系 给进攻性军事战略的实用性带来变革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3号称 韩方已监测到朝鲜发射弹道导弹 并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发射方式 与液体燃料导弹不同 固体燃料导弹的燃料注入时间大大缩短 可以突击发射 超线曾于2021年1月召开的 劳动党八大上提出 国防力量发展五年计划核心五大任务 分别是研制高超音速导弹 制造超大型核弹头 研制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 洲际弹道导弹 研制核潜艇及潜射核战略武器 提升1.5万公里射程内的打击精度 超线已多次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并从3月下旬开始 先后进行了海啸 海啸一和海啸二 和无人潜水攻击艇试验 此次成功试射火星18星型洲际弹道导弹 也说明五大任务正在逐一实现 朝鲜试射导弹以后 韩国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商讨对策 韩国媒体韩民族日报13号称 朝鲜自4月7号开始 掐断几乎所有朝韩政府间的通信联络 而13号试射洲际导弹 亦在抗议韩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等 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于当地时间13号上午7时55分 通过全国顺时警报系统 向北海道居民发布避难警报 称朝鲜疑似发射弹道导弹 其中一枚可能落在北海道周边 要求民众立即转移到地下人房工厂或建筑物内 防空警报拉响以后 航班客轮列车纷纷停摆 不过日本政府之后定证通知 称朝鲜的导弹没有落在北海道及其周边的可能性 据韩林社报道 韩美日三国朝核问题磋商首级代表 13号通电话 强烈谴责朝鲜当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 三国代表指出 朝方挑衅行为凸显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 今后将强有力地应对朝方的一切挑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3号表示 半岛本轮紧张局势事出有因 美方应早日拿出实际行动回应朝方的合理关切 美方之前在半岛周边大搞军演 出动战略武器带来的消极影响有目共睹 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停止施压对抗 尤其是美方应早日拿出实际行动 回应朝方的合理关切 尽快为缓和紧张 重启对话 创造条件 据韩林社报道 韩国统一部14号发布 2023统一白皮书 将朝鲜半岛局势不稳 韩朝交流合作停摆的责任 归咎于朝鲜核威胁及军事挑衅 值得注意的是 白皮书使用朝鲜无核化一词 取代了韩国政府一贯使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今年3月 在安理会朝鲜半岛核问题公开会上表示 朝方曾于2018年做出积极举措 但美方未按行动对行动原则 做出善意回应 导致措施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的重要机遇 今年以来 美国等继续在半岛级周边 举行空前规模的联合军演 计划加大部署战略武器 这种威慑施压做法 严重加剧了朝方的不安全感 导致矛盾激化 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样一个用词是1992年 朝韩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宣言里边 南北双方共同认定的一个词语 现在来看单方面的变成了北方的无核化 从这个变化来看 我们认为说明韩国政府被国内的一些拥核的主张所绑架 美国提出的延伸威慑这样一个提法 是以西约政府表示权力拥护 对此 韩国国内并不是满意 而且韩国国内不断地掀起 要韩国也要研制核武器的呼声 这样的话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样的前景 也就变得更加铺舍迷离了 今年以来 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突然加速 巴西总统卢拉13号公开呼吁金砖国家用本币结算 专家表示世界多国去美元化的背后 是对美国和美元的不信任 4月13号上午 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 来到位于上海浦东的新开发银行总部出席 新开发银行新任行长 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女士的就职典礼 在至此讲话中 卢拉呼吁金砖国家用本币结算 我每晚都问我为什么 所有国家都要得到 做货币的货币 新开发银行是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于2015年共同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 总只是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投融资 促进全球增长与发展 成立至今 新开发银行累计批准成员国 98个项目 投资总额约332亿美元 卢拉表示 虽然大家都习惯了使用美元 但21世纪可以做做不同的事 在卢拉访华前 中国和巴西就已经达成协议 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 而以本币开展贸易结算 这被国际媒体广泛认为 是世界开始去美元化的一个标志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巴西有限公司 4月11号发布的消息 公银巴西已成功办理首笔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标志着该行在巴西市场的 跨境人民币业务 取得实质性进展 近年来 中巴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合作金额不断增长 巴西是首个对华贸易 突破千亿美元的拉美国家 是中国在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 和主要投资对象国 本次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成功落地 标志着中巴企业在贸易往来中 拥有了更多币种选择 有助于提升人民币 在中巴贸易和投资中的占比 巴西中央银行此前宣布 截至2022年底 人民币占巴西国际储备比例 达到5.37% 超过欧元4.74%的比例 成为该国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 这已经是4月以来 第三位国家领导人公开表示 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9号报道 在结束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欧洲应减少美元特权带来的影响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4号在议会接受议员提问时透露 他访华时公开提出成立 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他表示 亚洲国家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 马来西亚没有理由继续依赖美元了 此外印度外交部已在4月1号发表声明称 印度和马来西亚已同意 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结算 印度媒体称 这一决定是印度去美元化 卖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截至2022年四季度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 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世界大部分地区正脱离美元本位置 这相当于美国要输掉一场世界大战 专家认为去美元化有多重原因推动 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美国逆全球化而行 滥用金融霸权 地缘政治方面 美国没收了阿富汗央行存在美国的美元资产 国际社会为之称目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 美国将美元以及美元支付体系武器化 冻结俄罗斯数千亿美元外汇储备 并将部分俄银行排除在 环球银行兼金融通信协会系统之外 给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蒙上了阴影 使全世界对美元产生了信任危机 经济方面 美元汇率取决于美国经济状况 而美国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去年以来 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 美元急剧升值 令不少国家本币贬值 资本外流 长债成本上升 输入性通胀加剧 一些国家甚至陷入货币或债务危机 其实南美国家 寻求去美元化的意愿由来已久 为什么近期全球去美元化的 这个速度会突然加速 背后主要是因为 美国现在自身的反噬 近一时期以来 美国过度使用美元霸权 特别是这个 我们看到在地缘政治冲突当中 美国滥用金融制裁大棒 将美元武器化 这已经严重侵蚀了 美元的国际信用 那么现在随着新兴基金体 中东产有国 包括现在的欧洲国家 分分尝试来绕开美元的贸易结算 签署双边的货币互换协议 那么这背后已经大大动摇了 石油美元和商品美元的根基 那么美元现在在全球外汇储备当中的比重 现在已经是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认为实际上随着去美元化的 这样一个进程的这种逐步演进 那么尽管这个去美元化进程才刚刚开始 但是它对国际金融和货币格局 以及秩序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 此时正值老挝中国云南等地的泼水节 中老铁路将会给老挝旅游文化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 国际旅客列车在老挝境内有四个停靠点 分别是首都万象 著名旅游城市万荣 世界双遗产之都朗博拉邦和边境之城摩丁 动888次列车上的跨境旅客将在摩丁下车 并在摩丁和云南摩罕两地通关 国际旅客列车开通之际正值老挝中国云南等地的泼水节 老挝铁道部门表示 在老挝最重要的节日期间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通 将给老挝旅游文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采取两地两检通关模式 在中国摩罕和老挝摩丁两个口岸都需要办理通关手续 以昆明南至万象的国际旅客列车为例 旅客乘车从昆明出发到达摩罕后 跨境旅客需要携带全部行列驾车 办理通关手续 沿着出站的方向通过这样的一个出站通道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能看到前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识牌 国际出发老挝方向就往这边 顺着标志指引进入到后车厅 这里设有专门的国际出发出境便捷通道 那么进入到海关的申报区之后 那么我们首先是要进行健康申报 大家在出行之前可以通过微信的小程序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申报流程 到这儿可以直接来走这个海关的通道 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当然对于有一些手机使用不太方便的旅客 也可以通过现场申报的方式 正在进行人脸识别 根据自助申报仪的提示 扫描护照等有效证件 可以快速提取信息进行申报 那现在通过申报呢 我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二维码 通过它我们就可以通过身后的 这个海关的闸机 那通过了闸机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海关的行李物品查验区 如果咱们随身的携带的这个行李当中 也有需要申报的 就可以在这边的申报区来进行填表申报 然后走这边的申报通道 根据海关要求 入境时禁止携带水果 肉类 奶制品 等动制物产品 同时携带贵重金属 现金等物品 会有一定限制 我们人民币现金的话 每人每次携带就不得超过两万元 然后像黄金等贵金属 每人每次携带也不得超过五十克 贵重的一些电子产品啊 可以到现场在海关进行一个申报 通过了海关的这个查验之后 目前我们就来到了边检的查验区 在这儿呢 可以办理相关的这个通关的手续 在这儿特别要提示大家的是呢 目前墨丁的这个铁路口案 还不支持落地签 所以如果通过这个口案 要去到老挝的话 还是需要办理指示的签证 那么我现在来看看怎么通关 你好 好的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 完成了通关手续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国际后车区 大家可以在这儿来等候发车 工作人员一般呢 会在提前15分钟的时候 检票上车 重新登上之前乘坐的那趟国际列车 出发去往万象 中老铁路动车族 采用绿巨人和蓝仓号 两种不同的涂装 蓝仓号采用红白蓝三色涂装 是老挝国旗的颜色 为了适应老挝多余潮湿的气候 将先进的喷沙工艺 应用到表面处理上 提高了车辆的防腐性能 列车车窗 采用了隔热断桥结构和加从玻璃 提高隔热性能 对车体的气密性进行了优化 同时为车厢空调系统设置了压力保护装置 最大程度的减小列车 进出隧道时车内压力波动 减轻对旅客耳部带来的压迫感 事实上除了客运的人员往来 中老铁路的货运开通以来 已经大大促进了中老两国 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条大动脉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 到老挝的一个香蕉园去探访一根香蕉 从老挝到中国的旅行 曼挂村位于老挝首都万象市郊 这里有一片六千亩的香蕉园 记者抵达时 果农们正赶着采摘香蕉 因为新一列开往中国的水果冷链班列 就要发车了 当地贸易商介绍说 在中老水果冷链全铁路运输开通前 老挝农产品出口多采用公路运输 经常会因堵车恶劣天气发生拖延 而且老挝境内山路崎岖 货品碰撞多损耗高 但中老铁路的开通大幅改变了原有局面 在万象南站 负责曼挂村香蕉出口的物流公司 已经准备完毕 火车头将冷链集装箱牵引出站 开往中国云南 在位于云南省的中老铁路摩汉站 国际货物列车每天从这里 往返中国和老挝两国 将电子产品 蔬菜 鲜花等运往老挝 同时拉来香蕉 榴莲 龙岩等 南亚 东南亚国家的水果和优质产品 据统计 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 由开通初期的日均两列 已增加到目前的日均12列 跨境货物覆盖老挝 泰国 缅甸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货物品类由开通初期的10多种 扩展至电子产品 光伏产品 冷链水果等 1400多种 货值达120多亿元 据印媒13号报道 印度政府以涉嫌违反外汇法规为理由 对英国广播公司驻印办公室提起诉讼 这是两个月以来 该媒体在印度第二次被调查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4月13号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印办公室 涉嫌外汇违规 现已被印度执法局起诉 正在接受调查 媒体披露说 印度执法人员已经依法向 英国广播公司方面 索要了账簿和财务报表 与此同时 BBC在印度的行政和编辑部的人员 也将接受调查 这是时隔两个月后 BBC再次受到印执法部门调查 2月14号 英国广播公司在新德里和孟买的办公室 曾被指控存在税务处理 利润转移不规范以及不合规问题 遭到50多名印度税务部门官员的突击搜查 在调查后 印度税务部门表示 英国广播公司在印度经营的各种实体 显示的收入和利润数据 与其在印度的业务不符 同时其海外部门有一些会往国外的金额 没有缴税 同时发现了新闻组的 与国际税收和转让定价漏洞有关的重要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 英国广播公司在1月制作播出了一部批评 莫迪领导能力的纪录片 印度莫迪问题 印度政府在当月就将此片禁播 称其散布假新闻和宣传 指责其破坏印度的国家稳定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指责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扭曲事实 印度执法部门在提起诉讼时明确表示 该案与英国广播公司 关于莫迪总理的纪录片无关 执法部门是在获得间接证据以后 才对英国广播公司提起诉讼的 日媒14号报道 日前于冲绳县宫古古岛附近 失踪的陆上自卫队黑鹰直升机的主体部分 于当地时间13号晚间被发现 14号又发现了多具遗体 搜救人员认为可能是失联成员正在展开调查 在一两步岛沿海地区 还发现了疑似直升机的零件 6号日本一架黑鹰直升机 在冲绳县宫古古岛附近海域失联 机上常有10人 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第八师团 师团长版本雄一 好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素兰 2019年通车的金浦县是韩国最拥挤的地铁线路 由于往返首尔市和金浦市的城际地铁仅此一条 上班高峰时段超载一倍 有乘客包里带着煮熟的鸡蛋上车 下车后发现鸡蛋已被碾得粉碎 韩专家指出金浦县地铁车厢内 力气密度高达每平方米10人 已经达到离台院踩踏事故的人潮拥挤水平 近日就有两名金浦县乘客因呼吸困难而晕倒 4月13号至19号 印度多邦喜迎壁虎节 部分地区会举行大型壁虎舞表演 今年有约11000名民间艺术家参加了阿萨姆邦的舞蹈表演 这也将创造一项新的世界记录 壁虎舞是阿萨姆邦最流行的民族舞蹈 也是该地区的标志 乐手们在场边敲鼓奏乐 身穿传统服饰的舞者 随着音乐摇曳声姿 表达对春天来临的喜悦之情 现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13号上午 新冠疫情后 首个中国游客团队180人乘包机抵达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 驻尼泊尔大使陈松 尼文化旅游与民航部长苏丹基拉提等人到机场迎接 迎宾人员身着当地民族服饰 奏向传统乐器 载歌载舞 欢迎中国游客到来 陈松大使表示 这标志着中尼旅游合作 有序恢复 两国人文交往迎来新的开端 13号 在日本齐富县美农家茂市公园 山羊除草队又出来营业了 市政工作人员介绍说 山羊除草队可以将包括 室内公园在内的六个地点的除草成本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还更加环保 而且山羊擅长爬坡 可以轻松解决陡峭斜坡的除草问题 今年的除草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1月底 据俄罗斯远东勘查加半岛 西北鲁奇火山喷发已过去四天 俄媒14号报道称 已经从勘查加半岛受灾居民点 清除了将近1500立方米的火山灰 在受灾村庄 火山灰和雪混合在一起 到处是灰蒙蒙的一片 由于道路封闭和停电 有些村庄的商店已经四天没有营业 幼儿园和学校也都停课了 有些地方的火山灰厚度达到10厘米 挖掘机在街道不断地进行清理作业 据第五频道报道 沙特多地近日因暴雨引发洪水 有的建筑物屋顶开始坍塌 城市交通几乎瘫痪 有民众被迫自制木阀出行 为避免人员伤亡 政府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家中 此外 埃尔巴哈地区日前受雷暴云影响 出现大量异常降雪并伴有冰雹 积雪导致部分道路关闭 一些车辆被迫停滞在路上 当地成立应急小组 全力恢复交通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